疫情後商業蓬勃發展 半導體產業缺工情形越來越嚴重 看看半導體每月職缺逐季上升 今年第一季釋出超過3.5萬個職缺 相較去年同期約2.5萬個職缺 年增幅近四成 甚至有業者喊出年薪上看150萬元 釋出職缺卻遲遲無法解決人才荒 人類銀行分析由於半導體專業度高 技術複雜加上少子化趨勢嚴重 人才供給嚴重不足 甚至對文科生招手 期盼文法商人才投入 在創意上在溝通協調上面 可能會比理工科的學生要好一些 半導體缺工最主要的原因 還是在於說擴廠擴得太快 再加上中國大陸的一方面 也有產生一些挖角的現象 不只面對全球挖角捐才 未來台灣半導體人力恐面臨南北大挪移 南部正規化科技S廊道 包含台積電去年底宣布在高雄設廠 穩茂更承諾10年在高雄建置4座晶圓廠 南部半導體產業對人才虎視眈眈 看看全台半導體工作機會 仍以北部百分之六十八點五最高 但中部北部近年比例下降 反觀南部直缺占比達百分之十七點四 增加百分之四點七 且近三年平均月薪 南部今年首度破五萬元 增幅達百分之七點一 南北差距縮短 薪資漲幅快 勢必成為新鮮人 前往南部就業拉力 整個臺灣都缺人才 這個可能問題會比較大一些 人才缺乏的狀況之下 一定是全球挖角 後疫情時代 晶片庫存開始升高 美國日前通過晶片法案 影響半導體產業全球布局 半導體人才 勢必成為全球角力 這裡相向於台北採訪報導 我是陳志根 從採在風災的攤方斷橋 到衛星雲圖背後的天氣預報 棚內棚外的採訪播報經驗 持續衝擊火花 督促我們報導真相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